第六百三十五集 魏纪七 魏少林立功正史七年 秉隐公元两百四十六年 春季二月 吴国车骑将军朱然侵犯忠 杀死数千人 掠夺数千人之后离去 魏国幽州刺史秋简 因为高沟黎国王魏公屡次侵犯边境 甚至举兵叛乱 所以就亲自率军去讨伐他 魏公失败逃走后 秋简屠杀高沟黎国的首都丸都城军民 杀死俘虏的数以千计 高沟黎的大臣德莱 曾经多次劝谏魏公不要叛乱 但是魏公不听 德莱悲叹地说 用不了多久就将溅到此地 长满棚蒿草野草了 说完之后就绝世而死 秋简得知此事后 命令各路军队不得毁坏德莱的墓 不得砍伐墓地的树木 如果俘获了德莱的妻子儿女 也全都释放回家 魏公独自带着妻子儿女狼狈逃窜 秋简也率军回撤了 但是没过多久 秋简又派兵追杀魏公 魏公逃奔到买沟 秋简随即派遣玄土太守王新继续追击 一直追过了卧举城一千多里 到达了速圣市的南部边界 就在那里刻石立碑 计数此次战功 然后率军凯旋 此次进攻诸沙及纳降的敌军总计有八千余人 于是论功行赏 受封为侯爵的人有一百多人 秋季七月 吴王任命票其将军布置为丞相 车其将军诸然为左大司马 魏将军权从为右大司马 把荆州分为两个部分 任命镇南将军吕代称为上大将军 都领右部 管辖武昌以西至蒲奇一带地区 任命威北将军诸葛克作大将军 都领左部 代替陆逊镇守武昌 蜀汉实行大赦 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当众责备废说 实行大赦 就像树木一半冒胜 另一半却枯稿一样 是一种偏颇的政策 不是盛名之士应该实行的好政策 只有到了社会极端衰败 实在不得已的时候 才能暂且变通 偶尔实行一次 如今主上仁德圣名 百官也都尽职尽责 哪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机情况 以至于要几次实行这种不平常的恩典 去加汇于那些为非作歹的奸恶之徒呢 非只是一个劲地向他道歉 千功地听起责备而已 当初 周葛亮做丞相的时候 有人认为他不肯实行大赦 周葛亮回答说 治理国家要靠大的德政 而不是靠小恩小惠 因此 汉代的贤臣匡衡 无汉 不愿实行大赦 先帝也曾说过 我与陈元芳、郑康成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听他们给我讲述治国之道 但是没有一次讲到过赦免政策 像刘表、刘从父子那样 每年都实行赦免 对于治国有什么好处啊 因此 蜀人极力称赞诸葛亮的贤明 而知道 费是比不上他的 陈寿平家说 诸葛亮治理国家政务 曾多次发兵征战 但是赦免令 却不轻易下达 这难道不是 很有远见着实吗 吴国人认为 大面额的钱币不方便 于是停止了使用 汉后主流禅 任命梁州次使 江维为魏将军 与大将军费一起陆上书史 温山军平康县的疑人反叛 将为率军去征讨 平定了叛乱 汉后主经常外出游乐观赏 大大增加月宫割计的人数 太子嘉令 巴西军人乔州 上书金剑说 从前往往失败之时 天下豪杰群起争夺地位 有才德 有智慧的人士 希望归附的那些人 未必是 有一大片势力的英雄豪杰 主要是考虑 品德是否高尚 操守是否严格 当时 刘璇 公孙树等人的势力 大多已比较壮大 但是他们一个个 都纵欲无度 尽情地享乐 而不愿意为百姓们 多行善事 士祖刘秀 出入河北的时候 冯毅等人劝勉他说 您应该多做 别人所不能做的事 于是他尽心治理冤狱 崇尚节俭 北部州县到处都为他歌功颂德 他的名声 很快就传遍了四方 于是 登鱼特意从南阳赶来追随他 吴汉寇寻与他素不相识 也发病来帮助他 其他的人 如皮蓉 耿纯 刘芷等人 也都根据当时的潮流 仰慕他的人德 至于 抱病登车 带着棺木 背负着孩子 而赶来投奔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啊 因此 他才能 由弱到强 而最终成就了帝王之夜 他住在洛阳的时候 有一次 曾想出宫门 到附近去游览一下 姚七 觐见劝阻 他立刻就去车返回了 而当迎川盗贼作乱的时候 寇寻请求 让他亲自率兵领体 他二话没说 立刻就动身出发 因此 没有紧急事务 想随随便便出去走走 他也不敢 而遇到紧急事务 想自在安闲 他也不肯 帝王想要多做善事 就是这样的 所以传书上说 百姓不会平白无故地拥护你的 必须把仁德放在守卫 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当今汉朝正遭遇厄运 天下分裂 顶足而三 豪杰明智之人 此时正盼望着 贤明的君主来统一天下 我希望陛下 您能再像先帝那样 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 以符合人们对你的期望 主持宗庙祭祀 是为了率领人民 尊奉掌上 但是如今举行四十祭祀时 您有时并不亲临主持 却时常到池塘园林 去游玩观赏 我这个愚笨迟钝之人 暗自因为您的做法 而感到忧虑不安 那些肩负天下之责的人 没有闲暇尽情享乐 如今先帝的志向和遗业 还没有实现 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 我希望您能够减省月观 后宫之术 凡是需要增加修建的东西 全部遵照奉行先帝 所设置的规模办理就好了 这样也是为后世子孙内里 树立一个节俭的典范 但是汉后主 没有听从乔州的权告 八年 丁卯 公元247年 春季正月 吴国的权从去世 二月 发生日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